我们用的是电子钟 所以没有什么顺子钟跟逆子钟的问题 当政府可以做决定 我们就应该尽早的做决定 让民众能够记到民众 我相信你的 在7月23号上午之后 七级的暴风圈会逐渐的接近台湾的一个陆地 会对北部的一个地区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特别是对我们基隆地区 这个也是直扑而来 所以我们必须尽早的启动应变的一个计划 那特别是最近大家在施打疫苗 那我们也决定早一点做决策 不要等到这个宣布停犯停课的时候 避免让民众到时候应变不及 所以我们决定呢 把原本在7月23号跟24号 这个预约施打疫苗的一个时段取消 让民众可以及早做一些因应 那所以已经原本登记在7月23号跟24号的这个 这个要施打疫苗的民众 那大概有3000人左右 我们在今天早上市政府已经发出通知的一个简讯 来通知这些民众采取以下两种应变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如果他已经完成预约在7月23号跟24号要这个施打 排定接打的一个民众的话 他可以利用健保的快预通APP或者是1922的网站 在明天也就是7月25号中午12点之前 那上网去更改他预约的一个时段 那如果他因故呢 没有办法去完成预约的一个更改 也不用担心 市政府会在下一轮公费系统预约简讯寄送的时候 主动把这些民众列入简讯的一个发送 并且会优先的来发送简讯给大家 所以你的施打疫苗的一个资格 不会受到任何的一个影响 请不吝点赞讯